我何凱一直在想行SIP 他融資四百億, 谷帶世代來上市 就是想員工在最利好的情況下 拿著最遲扯 現在世代物流的市價是一百六十八元 就算他拿兩成出來也起碼四十億 趙凱根本不是想做企業家 他想做大慈善家 你需要等阿凱未正式公布你的決定之前 約好盈生和其他董事跟他談談 還等?你不及了 徐先生… 徐先生呢? 在會議室 謝謝你 怎麼樣?爸爸, 張道師的名字怎麼說 他說如果廣家所都認為 趙凱這個股份轉移沒有問題的話 其他董事都沒權阻止他這個行動 第一天上市大股東就減錢 這次的股市一定下跌 糟了, 我們還拿了一手都是貨 你安靜點, 讓我想想行不行 不是了, 爸爸 不如你現在馬上回來找趙凱 跟他說清楚, 不然他第一天… 公司今天第一天上市 我沒可能把這件事放在袋子 跟趙凱瞞臉 就算我不說話 也會有其他董事做這個醜人 海哥, 你想清楚了沒有? 你說拿20%股份出來分給全部員工 今天的收市價每股是168元 四十多億 對了, 太少了, 其實我可以加到30% 還加?你這個主席不是剩下很多 其實就算我只剩下一股, 又有什麼所謂 投票權還在我手上 我始終是公司的最高主席人 沒問題了, 可以放上網絡網 趙先生, 我剛剛看了 你發給所有董事的電藥 你真的打算把股份送給員工? 杜汶, 你來了就對了 來幫幫忙, 看看通告 看看寫得好不好 你聽我說, 公司今天才掛牌 所有評級機構覺得我們 起碼可以升多20-30% 你知不知道你這個決定 會一下子整理我們的股價? 股票升升跌跌, 有什麼好奇呢? 況且我這個決定是公平和公道的 我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股份是主席你的 你不覺得肉赤, 我沒權阻止你 但如果你損害到我們股東的利益 我希望你明白董事局 絕對有權以法律的程序 阻止你這次的決定 我, 股份是我的 我將它給哪一個 法律上是沒有人可以阻止的 而且你別忘了 我依然都是公司的最高主席人 你只不過是董事局裡面 其中一個是拿著否決權票的董事 你也別忘了 我是代表乘風之本進的董事局 難聽些說句 我徐道明是你趙凱的債主 我們公司簽了三年合約 剛剛才開始, 我怕你沒有錢還 沒有錢還, 等三年之後你就知道 趙先生, 我跟你也是公司的決策 我們應該以公司的利益做為大前提 你可否給我一個理由 為什麼你要派錢給一班 每個月在出我們糧的員工 為什麼? Emma現在是不是在哈爾濱那裡 和買好貨那裡開會? 是, 那又怎麼樣? 方方, 幫我查一下 Emma在哈爾濱的酒店地址 然後… 就這支原子筆 馬上下單, 用快件送到Emma那裡 海哥, 你認真的嗎? 深圳和哈爾濱大概三千六百公里 其他公司需要至少一天時間 才可以把快件送到過去 你覺得我們世代物流要多少時間? 趙先生, 你到底想怎樣? 你剛才不是問我 為什麼我要把那些股份派給員工? 現在下午五點 根據我們公司的送件流程 應該今晚十二點前 支筆可以送到Emma手上 做不到的 我會馬上收回 派股份給員工的這個決定 海哥, 如果這支筆 跟我們平時的事件這樣走的話 是要經過三個雜診中心的 萬一有什麼意外的話 未必可以準時送到的 事在認為 每個員工走快一點就行了 沒浪費時間了, 走吧 雪山, 你到底想怎樣? 你今天可以留下等待Emma電話 總之遲一秒都當我輸 好啊, 一言為定 怎麼樣?芳芳 徐先生怎麼說? 徐先生是不是反對老闆太高分了? 我們是不是在藥店坐著? 海哥有健健 今晚十二點之前 一定要送到哈爾斌給Emma 我現在直接拿去分流站 跟正常程序送件 過未必這麼一次見 我們去深圳機場的機器 全部都在計劃中 其他公司都未必立即有機器的哈爾斌 預約死人飛機最快 不行, 海哥說健健 一定要跟回正常的流程走 不能偷計 Sam, 你替我盯著這件貨 Jack, 你立即聯絡機場那邊 看看可不可以安排一班 我們一間直接飛去哈爾斌的機器 Sita, 聯絡火運報的同事 叫他們等待健健才出車 Leo, 找哈爾斌那邊的同事 叫他們收到健健, 第一時間安排 我們健健不可以停下來 收到… 你記不記得當年我離開世代物流 跟你喊一場大交嗎? 我記得, 我說15萬個員工 就等於15萬個包袱 你把股份派給員工 就是把石頭包含包含力一樣 公司只會越行越慢 有一天再行動 那你記不記得當年我跟你說過什麼 企業是人的企業 這15萬個員工 其實跟你和我都是一樣 大家都是公司的持分者 那為甚麼他們不可以 發展到公司發展回來的成果 由我創辦世代物流到現在 我都是深信人不是包袱 他們每個人都是我們公司的靈魂 作為一個企業家 我們不應該單純為了利益 而這間公司無限狂張 我們只是一隻領頭羊 我們應該有罪控制部分 而帶領公司一步一步向前走 我應該不會選擇 你們的確是否會選擇 我應該選擇 我會選擇 我現在選擇 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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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選擇 不是包袱 他們每一個人都是我們公司的靈魂 作為一個企業家 我們不應該單純為了利益 而將這間公司無限狂張 我們只是一隻零頭羊 我們應該有罪 控制部分 而帶領公司一步一步向前走 Hello 想看我有份演出的 《法政先鋒6行傳者的救贖》 現在是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就有得看了 每日緊貼香港更新 快點下載這個免費藍色App 隨時地播新劇吧